頭頂身艙 腳底流膿 徹底的腐敗爛透 其他人可以說他們沒有醫療專業 所以他看不懂高端疫苗的弊端 但是賴清德他可是成大醫學系畢業 他要說他不懂的話 那不可能 那為什麼反而民進黨執政之後 這些連個疫苗採購的合約 居然比軍火採購的合約的秘密等級更高 難道這裡面有動搖國本的事實存在嗎 高端疫苗近日遭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批評疫苗合約被封存30年 而再度被搬上檯面討論 民間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日前也表示贊成公開高端合約 前衛副部長陳時中受訪時則回應 是保存而不是封存 對此舒維碩醫師直指賴清德說要公布疫苗合約 根本就是選前騙選票的作為 當然是騙選票 如果疫苗的合約是可以公布的 當然現在就可以公布 如果不能公布的 為什麼他當總統之後就可以公布 因為這不是總統的權利 這裡面因為牽涉到有所謂的商業機密 那其實立法院本來就有所謂的秘密會議 所以連國防的合約都可以在國防委員會的 都有辦法看到這些所謂的秘密的資料作為揭幣的來源 那為什麼反而民進黨執政之後 這些連個疫苗採購的合約 居然比軍火採購的合約的秘密等級更高 難道這裡面有動搖國本的事實存在嗎 蘇維碩也表示高端股價先前從30元暴漲至417元 漲幅約180% 卻只查到一件內線交易的事實 他認為相當不合理 他一定是包括公開炒股跟內線交易 但是內線交易非常可笑的只查到一件 是其中的一個審查委員跟他的太太 而且獲利極低 大概是十幾萬或者是幾十萬而已 那為什麼整個高端疫苗 這個非常明顯的公開炒股 居然只有一個內線交易 那是不是其他的內線交易 都因為參與的人官位太高 所以檢察官沒有辦法查 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民進黨下台 換黨執政 那這樣子我們才有機會讓檢察官 不擔心這些高官的背景 才能夠把這段時間 所有涉及高端疫苗的內線交易 甚至陳培哲院士講的 總統是不是介入了高端審查 量身定做一個全世界都沒有的標準 然後連二期到今天我接受你訪問 都還沒有公布完整資料 對這樣的一個疫苗的過程 一定要讓他完全的盤在陽光底下 徹底的腐敗 這個已經是有一句俗語講的 頭頂身倉 腳底流濃 爛透 可以看到我們從教育的領域 國防的領域 經濟上面 教育上面 文化上面 甚至在整個外交兩岸 其實包括 司法的層面 還有監察院的完全沒有能力 你可以看到 整個政府的官員 現在幾乎處在不受監督的情況底下 那執政黨完全是 肆無忌憚 所以這個是整個台灣幾十年下來 我們所累積的一點點的經濟成果 包括我們一點點的法治精神 和民主的制度 已經徹底的在這八年內完全毀掉了 泰表示賴清德身為醫療專業出身的 對高端疫苗卻沒有任何表示 比做壞事的人還要可惡 這八年就是台灣民主被滅亡的八年 那如果在八年結束之後 我們就把民進黨下野 讓他下台 我們慢慢再把台灣的民主恢復 也許還有機會 但如果讓民進黨再繼續執政八年 特別是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吃銅吃鐵的新潮流 現在終於登上了總統的位置 以賴清德 他可以200多天不進台北市議會 以及他賴筆了 說是違建 但是他不承認就是不承認的個性來講 那麼再讓他當選總統 台灣的民主就會徹底死透 做壞事的人當然很可惡 但如果有一個人看到別人做壞事 他只為了保護自己的官位 而不願意出面制止或講實話的話 我覺得那一個人甚至比做壞事的人還要壞 那這個人就是賴清德 其他人可以說他們沒有醫療專業 所以他看不懂高端疫苗的弊端 但是賴清德他可是成大醫學系畢業 那又到哈佛念了一個公衛的碩士 他要說他不懂的話 那不可能 但是他既然知道 卻連一點點的聲音都不發出來 也不去阻止對於人民至關重要的疫苗的採購 我覺得他比這些實際去犯案的人 事實上是更可惡 更不可信賴的